这边可以看到双方都没有从一个侧门出去 都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开局 可以看到这边红队是守护站点 然后蓝队这边是攻城 并且可以看到各有一半的成员是绕后方上一个Keep 然后Keep这边加上一个四四的一个会战 我们来看一下Keep的情况 对双方盗贼都在Keep后面用一个雪楼离局 看他们可不可以抓到一个先手 这边两边都是一个隐形在后面 所以都不知道对方的一个动向 这边 可以看到这个游侠他被一个石化 这血非常少 赶快交了一个补血 不过他身上现在是有个中毒的状态 所以血补不下来这边紧急招出一个大灵 试图把自己救起来 这边倒地了马上被大灵给瞬间救起来 这边非常漂亮 他可以反而看到对面的游侠这边 他 他是血量非常少 是 做一个脱离战斗 并且这边 可以看到他补血快CD好 但血量非常少 这边可能撑不住 结果 结果他还是顺利的把补血叫出来 但是可以看到 他还是倒地 这边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并且守护士用了一个盾武 把他救了起来 可以看到 对方并没有一个人放一个坚定来插他 不过他又再次倒地 可以看到 红队工程刚刚是在台上 用一个手榴弹做一个非常 强大的AOE攻击 所以可以看到 蓝队这边是一个招到团灭的节奏 这边 终点将由红队拿下 是的 但是刚刚这个 蓝队的RIX 这个工程选手 他是在开完Henge以后 就直接去了麦版 麦点彩白 踩到中间 所以 雖然这波 就是蓝队灭团了一波 但是他们分数上 目前是还有小小的领先 对 但是可以看到 蓝队加点也是被踩白了 这边 工程师 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并且马上被插死 我可以看到 现在 蓝队还是处于一个检员的状态 他们可能需要 就是吃一个BOSS 并趁这个时间 regroup一下 那我们看到 对 他们 是正在打一个BOSS的情况 对其实刚刚 首先先讲到这两队的组 组成上 就是 其实只差别在一边呢 用了这个DPS的Guardian 那另外一边是用了死灵 那其他职业组成上 其实是一样的 对 这边 可以看到蓝队他们是组 这一波 现在是马上上了 Keep 然后盗贼是去偷彩 麦点 所以终点是一个 武打式的情况 这守护在点上 虽然卡尼血非常多 补血交掉 这边无敌 根本来不及开 直接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但是可以看到 蓝队这边血量 依然是 就是整体来讲 稍微 比较少一点 那这边 这边这个游侠 他被集合得非常惨 这边使用了一个 箭的 Evade 然后并且 用箭的 脱离 但是还是难逃一死 这边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队友迅速的把他救了起来 并且 可以看到 这个守护 他是中了一个石化 这边也是进入一个倒地 但是 刚才的 关键点 就在于这个 红队的 他们的Bunker 那个Guardian 是先倒的 我们知道这个Ciric 是个DPSGuardian 那另外一个Guardian 是这个BunkerGuardian 他在 刚刚那波团战 在中场是先倒 那一旦是你的BunkerGuardian 先倒的话 你的会战就会很难打 因为你少了一个 能在点上 这个承受伤害的 去掩护你的 这个输出队友的 这个人 对 那这边可以看到 LaterResource 这边是准备要来 击杀一个Boss 这样呢 可以稍微把落后的分数 稍微追平一点 至于蓝队这边是 都在Keep下面 来做一个 防守的形态 看对方 有没有冲他们加点 不过 可以意识到 他们意识到 对手是在吃Boss 所以他们迅速 是前往Keep 这边做一个防守 另外一个关键点 就在于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蓝队就是L这边 他们对于第三点的 也就是说 红队加点的 这个Mine Mine的 这个压制比较够 就是他们一直有去 去做一个偷开 甚至是Full Cap 就是占着他们自己颜色的动作 对 那这边可以看到 工程持续在 点上用一个 手榴弹做攻击 然后这边蓝队血量 不是很乐观 可以看到 这边游侠是 再度招出了大铃 并且放出了他的补血 这边血量是来到一半 但是可以看到 红队这边血非常少 他们守护 守护倒地了 这边队友是迅速在救 把他救了起来 但是可以看到 血量来讲 还是蓝队那边比较偏少 并且可以看到这游侠 他是已经平死状态 剩下一个燃烧解不掉 这边 差一点哦 剩下两千多的血 但是可以看到 反而是守护又是 再度倒地了哦 他支撑不了大量的Condition 伤害 这边两边算是一个 很激烈的会战哦 对可以看到 这一波其实打得蛮惊险的 因为两边其实 刚刚红队一度也是 瀕临就是要崩盘的情况 但是他们还是成功的 处理好 处理到这个Condition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A楼这边 蓝队这边 他们是使用一个 所谓的 Heavy Condition 的组合 就是 非常大量的Condition 但是 也跟我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 A楼这边 对于这个麦点的牵制 做得比较好 他们刚刚也是 在Keep 虽然是一波交战 但 他们那时候是 已经把麦开白才去 Keep 做那次 大规模的会战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 分叉哦 就是被这个 蓝队这边 拉开到 90分的分叉 对 那这边 可以看到 红队他们 的盗贼 是打算要 偷彩一个Henge 并且这边 可以看到 三名成员是在 那个台上 来做一个输出 点上的守护 非常难受 这边血量是 叫他补血 但是血量仍然 抬不太起来哦 那这边 Henge可以看到 是两只盗贼 在这边做PK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 红队盗贼 他是被一个石化钉住哦 刚 这边血量非常的危急 可以看到他也是 把石化开了出来 也交出一个补血哦 但是可以看到 他 血是没有满的一个状态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Keep的一个状况 这边 工程师已经 被擦掉了哦 但是可以看到 A-L这边守护血量 不是很好 这边他继续站在点上 有可能会 撑不下去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这个Henge 那波是由 藍队的盗贼取胜了哦 对 那这边 可以看到守护是 稍微脱离了点上哦 避免 继续损血哦 然后反而是 红队的守护 刚刚经过一波 激烈爆发是被 杀掉了哦 红队这边 算是一个 被团灭的状态 对 但是刚刚这个 Wiwi哦 红队的工程 选手 赶到这边 然后又把C-Rick 救了起来 所以他们 还是在点上 继续撑了一些时间哦 对 这边并且 又把他们的Bunker 也救了起来哦 但是可以看到 他们血量非常少 甚至很多Condition 这边可能全部的人 都要撑不住哦 可以看到一次是 是倒地了三个 并且游侠是 瞬间被擦掉了 这边这一波 惠战是由 藍队拿下 对那我觉得 关键点其实 他们 惠战来讲哦 算是 两边各有 各有 勝负啊 但是 对于 现在分数 会有 差距的主要原因 就是 L对于 卖点 进行一些 开白以及 直接 踩成这个 蓝色的动作 对 那这边可以看到 L他们是 对第三点来做一个 压制并且 盗贼也是在偷吃 对方家的Boss 那守护师 可以看到 红队的守护师 也是去偷踩卖了 这样算是一个换点 然后可以看到 盗贼是 意识到这边在打Boss哦 两边盗贼是 在 做一个Boss之身哦 那就看哪一边拿下 这边可以看到是 由 藍队的盗贼哦 取得了这支Boss 并且在这边放一个 Shadow Refuge 对那这个分数 就会 嗯 拉开到这个 红队会比较 几乎是无法追回的程度哦 对 然后这边 Heng 现在是 在做一个会战哦 然后可以看到 藍队的分数是即将来到500分 这个游侠身上非常多的Condition 这边是直接倒地哦 不过 可以看到他把自己救了起来哦 放出一个大灵的一个 救 救人的那个技能哦 啊这边可以看到 红队的守护打 算单次Boss 但是刚刚被Boss打死哦 不过他在倒地状态 把Boss给杀掉 所以这边是自己把自己给救了起来 那现在分数非常的危急哦 必须赶快开白终点 才有可能 守住这个分叉 这边可以看到 像Heng的会战是由蓝队拿下哦 并且看一下终点 终点这边 守护可能是没办法把终点给推白哦 所以这边分数可能即将会来到500分 可以看到 红队这边 这个游侠他点上是 即将被 DPA到死哦 这样子分数就会来到 499 500 OK 这边恭喜L拿下第一胜 对那 呃 两边 因为这是一个这个BO3哦 三战两胜制的 赛事 那下一场我们就要看这个 红队可不可以 从这场的失利当中哦 呃 获得一些改进哦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场 加点掉太多次了 就是卖点掉太多次了 那导致 即使他们中间会战有益 但是其实在分数上 并没有赚太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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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我们趁这个空档 赶快把刚刚没讲的build 来讲一下 对那像呃 先请讲一下build 好 然后看一下红队这个游侠 他身上使用的符文是 一个 就是你救队友的时间 会加快10%的一个符文哦 算是一个比较少人带哦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救人非常快速 那他使用的武器是短剑火把配上短弓 并且他使用的项链是萨满 然后可以看到trace这边是10-0-30-30-0 这边可以看到他点的是宠物会 帮他吸condition 并且还有他的零可以跟着他移动 这样子 看一下 Bunker Garden 这边使用的是sojo符文 武器方面是 法杖 权杖盾 然后带 牧师的一个项链 这边可以看到trace方面是0-5-30-35 那这边可以看到他点的是 放一个bomb会治疗 然后还有condition可以转成bomb 放战吼的时候 然后这边工程他使用的是forge符文 拿的是枪盾 并且使用的项链是rabbit 它的trace方面是30-0-0-30-10 这边是盗贼 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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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的是一个 放elite的时候会把condition转成bomb 一个lisa的符文 然后使用的武器是剑笔配上短空 然后bbser的一个项链 然后他的trace方面是0-30-0-30-10 这样子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蓝队 这边喔 守护Lily 他的符文是 衣服的符文是soldier 呃 法杖以及这个 单手锤和focus的搭配 trace部分是0-0-10-30-30-30 那因为这边比赛要开始了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开场布局 可以看到蓝队这边一样是工程开架 红队一样是盗贼开架 边缘两边应该都会用一个shadowrefuge 在中间隐形 然后可以看到守护应该会先上点 这边 呃 蓝队这边没有用一个隐形 那就看一下红队这边隐形出来的集火目标 可以看到他们这边是在集火一个死灵喔 死灵这边 可以看到他是马上进入一个瘟疫状态在这边支撑住喔 那他们集火的目标就转到了游侠身上 游侠这边是交出了骨血 并且使用一个 来做以被的动作喔 然后放了一个火把5在点上 这边切成了一个短弓 病人可以看到这边 五一一 可以看到红队的工程是被打死喔 是被 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但是马上就被救了起来喔 这边 反而是 蓝队的盗贼 这边盗贼是先被击杀喔 是彻底的死掉 病人可以看到这个游侠血量非常少 但是可以看到这边红队已经 有点接近崩盘的状况喔 因为 他们身上的condition 你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condition都非常非常多 但是这边很重要的是 Siric 刚才Siric用了一个全体 这个Elite的补血 瞬间把全队的血量全部拉满喔 对 这非常关键喔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 就可能要想办法处理一下这condition 这盗贼 进不起这个集火 现在是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队友瞬间把他救了起来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守护Siric 血量非常少喔 这边可能会被集火的一个情况喔 但是 可以看到 蓝队的游侠也是血量非常少 这边两边都是互相倒地 就看谁救人跟差人的动作比较快喔 红队这边应该是崩盘喔 可以看到他们在地上放一个Shadow Refuge尝试在救 但是 可以看到身上condition非常的多喔 这个是整个一整排的一个情形 那这边 武依依依是又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队友又是尝试在救 然后被 敌人一个大炸弹给推开 反而是 Siric也一起倒地了喔 那现在双方都是 各有两名选手 喔不对 红队这边变三名选手 倒地状态喔 就看哪一边先把对方打死喔 可以看到红队这边是先有人被打死 所以蓝队就跳了起来 这边中场是 红队是一个溃败的一情况喔 OK 这边可以看到中场将会有 红队 蓝队拿下喔 并且可以看到这边 盗贼他是已经在打对方家门喔 这边家门是已经被打开了 等一下可能要注意一下这边的状况 他们可以直接来 进行一个rush load 那由于这张图是一个雪球图喔 通常 你在一波团面以后 对方就可以趁着这波 你要重生的时间 做一些 这个视野上的控制喔 或者是去打门的这种做 那一旦你的这个门已经被攻破了 你的防守压力就会更大喔 这边可以看到红队在这边 regroup了喔 但是 工程是一下台就是 遭到一个集火的状态喔 身上是 大量condition 并且可以看到 他被盗贼一直 死盯着不放喔 他在地上马上放了一个 伊莉莎 并且队友迅速救了他 他就瞬间被救起来了喔 他可以看到 这边蓝队现在血量有点少 这个工程 他是退到后方来做一个 攻击喔 并且可以看到游侠 这边游侠是快要 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他放一个宠物的 恐惧 但是这边是 没办法 是直接又倒地喔 并且可以看到工程放一个 伊莉莎在地上救了他 他来到高台来做一个安全 的位置 来做一个输出喔 这边 红队的盗贼血量非常少 但是他没有退场 这边直接倒地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就是 红队 抱歉 蓝队的盗贼 有去把 呃 华瑞偷开白喔 所以目前红队又是处在一个 呃 加点被开白 然后没有点的状况下喔 跟上一场的 情形有点类似 对 这样会陷入一个 很被动的情况喔 那这边 游侠又即将倒地喔 用了一个剑肉 往后飞 并往前跳 但是身上有condition 没清掉 这边进了一个倒地状态 队友尝试在救 并且 可以看到是对面的人 先被插死喔 所以他一个rally 就跳了起来 这边中场又是 红队被一波团灭 是的 呃 红队要是这波 还是 呃 一波被团灭喔 就是 直接被压到quary的话 那基本上 红队这场就没什么希望了 对 他们这边 现在血量非常少 然后 蓝队正在追杀他们当中 并且 两个都是 已经倒地了 这样子 他们等一下 压完第三点分数 即将来到350 有可能会做一个rush load 然后可以看到他们复活的人 是去 是已经过来了 但是这边放一个shadowrefuse 在救 工程师在点上 在那个shadowrefuse上面 一直砸手榴弹 所以这边他们状态都不是很好 他可以看到 游侠是招出了一个大灵 这边 要来为终点做攻击 但是他们血量非常少 变成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 这边可以看到 盗贼他被抓到了 刚刚被抓到 直接被一波秒死 他这边必须 这边救不起来喔 他 他被插掉 这样子 但是 红队又是一个简缘的状态 可能是 没办法来打一个会战 他们现在就是 终点会是一个4打5的情形 并且可以看到 这个游侠是被集火当中 身上非常多condition 并且他在招零的时候 会有一个 稍微 会有点空窗棋喔 他可以看到他的宠物 还被砸死了 这边 进入一个倒地状态 他们简缘还硬要下去打会战 所以这一波会战 但情况就是 比上几场更不妙 他们倒地的速度 比刚刚更快 但是 因为这个分裁的关系 他们不打也不行喔 对 这边就陷入一个 被滚雪球的状态喔 这边 Curic也是倒地了 两名守护都是倒地 这边尝试在救 是把他救了起来 可以看到 这个蓝队的盗贼 又去偷开这个quario 对 但是可以看到 红队的盗贼也是在开waterfall 所以这边算是一个交换点 但是 这个红队的盗贼是选择 就是Full Cap 但是 你可以看到蓝队很快 就有人回去防守 所以他也是只能逃跑 那 蓝队这边 盗贼是在这个点位喔 在 2v2的状态 对 那他们看到这个红队的人都复活了 就往后撤喔 撤回一个安全的这个中场喔 那可以看到双方的分数喔 已经 落差有点大啦 这个分数是就是 没办法逆转 对 基本上是大四底点 那 我这边认为就是 呃 第一个就是 AL 对于第三点的牵制喔 可以看到这个 AL的盗贼又去 又要去偷开quario 这是第一点 呃 AL在两场中 表现都比这个 Lesser Result LR这边出色的地方 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呃 包括这个 他们组合上喔 因为 AL的组合 可以算是 现在最 最流行的一种Meta 就是 一个 Heavy Condition Compact 就是 呃 非常多非常多 condition的一个组合 包括你看他们的工程喔 呃 以及游侠司令喔 他们唯一的职商 就只有那个 那个SD谁 那其他人几乎都是 都是一个 Condition伤害喔 那 他们可以利用这个Condition 在 打团战的时候 进行一个这个 呃 非常 包括这个死灵啦 我觉得关键点是 一边用了这个 死灵 那一边是用 守护喔 那我们都知道死灵 在打这种 在打团的时候 有队友 呃 保 保护他的状况下 他其实可以输出非常 巨量的这个AE的 Condition伤害喔 那 守护这边喔 他 毕竟是还是一个 近战喔 他可能会被阵型所牵扯 或者是被封针的关系 没有办法 呃 像死灵可以这样 远远的这样输出喔 所以这 这可能是 另外一个关键点 对 那我们这边 恭喜AL 拿下两胜 是 取得这个 BO上的竞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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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